在耶和福音里头,耶和说神是灵 意思就是用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神 但是这一位存在的神是我们可以去认识,可以去体验的 我们也可以去认识这一位神 这些古圣徒他们认识神,他们对神有很多的体验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们用文字把他们对神的认识跟体验,把它记载下来 今天我们也在圣灵的带领跟感动之下,我们来学习他们所描述的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体验神 我们请看撒加利亚书第六章 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一节 我又几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同山 第四节 我就问以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第五节 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士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 我们对照第一节跟第四节 第一节所说的四辆车就是天的士风 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天的士风 第一节的那个两个山,山是同的 对照第五节,就知道说那个是普天下的主 就是神,在这里神他是用山,同的山来做描述 你对山有怎样的印象或者想象? 山通常都是非常的庞大 山很庞大,所以山常常代表的非常的稳固 所以呢,是可以做依靠的 所以神像一座山是我们,是很稳固的,是我们可以依靠的 好,我们再请看到第三章第八节 这第八节我们早上有念过,这第八节在讲着这个我仆人的苗意 那也就是在讲主耶稣 第九节 看哪,我在耶稣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 万金之主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 第八节的苗意就是指着主耶稣 第九节是指着主耶稣 那第九节的这一块石头也是指着主耶稣 那为什么把主耶稣描写成是石头 我们请参考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四节 第四节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是基督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段故事里头呢,有提到说他们在旷野,他们没水喝 神让这个磐石出水来,让他们有水喝 当保罗他在回顾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这里说那个是灵磐石,那个就是基督 为什么人需要水? 第一个,因为人感觉口渴 人感觉口渴,所以人需要喝水 所以这个口渴常常代表着人各个不同层面的需要 我们不只是有物质上的需要,我们还有一些超过物质以外的需要 那主耶稣,祂能供应我们每一个层面的需要 那所以这个主耶稣像那个能够出水的磐石 撒加利亚书三章的第九节呢,又提到说那一块石头上是有七个眼睛 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这个七啊,是代表一个完整完全的数字 那为什么说这个石头有七颜? 我们请看撒加利亚书四章第十节 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这七眼乃是主的眼睛,骗查前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陀就欢喜 这个七个眼睛的意思啊,就是这一位神,祂骗查前地 那这一位神是充满着智慧的神 撒加利亚书三章的第九节,这里说我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 这个主耶稣是天父真神,祂亲自设立的 我们参考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祂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有救恩,我们必须领受救恩 那这个救恩包括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是神的怜悯 因为神的怜悯,所以呢,神设立了耶稣基督做挽回祭 那救恩的第二个要素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血 主耶稣基督做挽回祭 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 领受救恩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 好,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来领受神所为我们准备的救恩 好,借着信心,我们来领受这个赦罪的洗礼 好,借着信心,我们来领受这个赦罪的洗礼 好,让主耶稣所留的保险,能够除掉我们的罪 能够救赎我们 好,那神辩查全地,所以呢,这位神是全知的神 好,有时候先知,他比别人先知道一些事情 好,不是说他们有什么超能力,而是神让他们知道 好,我们看一个例子,列王纪上十四章 列王纪上第十四章 在第十四节最后讲到说,这个先知亚西亚,因为他年纪老迈,所以眼目花直不能看见 第五节 神小义亚西亚说,耶罗伯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 第六节 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的脚步的响声,就说,耶罗伯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 这个亚西亚已经年纪老迈,眼目都昏花了 但是他为什么知道进门的,就是耶罗伯安的妻子? 因为这一位前知的神,已经事先告诉他了 这个撒迦利亚书讲到七个眼睛,那我们也会想到,在启示录里头,也讲到七个灵 我们请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 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出来,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好,这里说这是神的七灵 那我们平常都说一位神独一的灵 那为什么在这里,这是神的七灵 当然不是七个灵 同样的,这个七,是一个特别的数字,是一个完全数 但是,这个七灵,它可以代表着这个神的灵的几个很重要的特点 主耶稣在当时从外在上来看,他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犹太人 那但是呢,主耶稣,他也有完全的神性 好,我们请参考伊赛亚书十一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是对主耶稣的预言 第一节 第一节,从耶稣的本必花一条 从他的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 第二节 主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神的灵 第三节 第三节 他必以敬畏主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示挥,不凭耳闻 这在用灵来描写主耶稣的特性 那从第二节第三节的描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灵有几个特性 那这些特性都彰显在主耶稣的身上 第一个神的灵是智慧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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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苏告诉我们智慧可以分成两种智慧 一种是地上的智慧,一种是天上的智慧 所以神的灵是智慧的灵 当然这里所讲的智慧是指着天上的智慧 那天上的智慧有什么特点 我们请参考雅各书第三章 雅各书三章十七节 十七节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 多洁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十八节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所以天上的智慧 他的特点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十七节十八节所讲的 这些美好的德性 一个拥有天上智慧的人 他一定会在他的生活上 这些美好的德性上面来表现出来 所以主耶稣可以在众人面前说 你们有哪一个人可以指出我的错误来 我们没有人敢在人的面前说 我是毫无缺点 因为我们实在是缺少属灵的智慧 神的灵也是让人有understanding 有这个聪明明哲 是聪明明哲的灵 我们请参考路加福音十七章 Let's look at Luke chapter 17 路加福音十七章的十一节 路加福音十七章的十一节 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妈疯的迎面而来 远远的站着 十三节高僧说 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十四节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神的灵是聪明的灵 神的灵是聪明的灵 这所谓的聪明或者说明哲 他的意思就是明白道理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责怪人说 这个人很没有understanding 他很没有道理 那为什么这个例子可以看到说 耶稣是明理的人 这个事实上是耶稣他真的医治了这些毛红病的人 那我们看主耶稣跟他们讲说 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因为当时麻风的人是不能够正常的跟一般人生活在一起 如果说麻风病是好了 他们要经过祭司检查 祭司认可了 他才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 今天如果我们是主耶稣 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让你的麻风病得医治 就像这里所说的 这些人他们去的时候 他们就走在路上的时候 他们就得到洁净了 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去给祭司查看 这个叫做明理的人 这是社会上的规定 所以呢你就照着做 我们常常很有能力很有把握 但是呢我们成为一个不合理的人 我们缺少这个神的灵 那这个神的灵也是康守 谋略的灵 我们请参考马太福音22章 马太福音22章18节 18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 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 为什么试探我 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真的很邪恶 有时候好像很好意的很谦卑的来问我们话 或者邀请我们做一些事情 其实这当中是很邪恶的陷阱 当时就有人这样对待主耶稣 在16节他们来到主耶稣这里呢 称赞主耶稣说 你是诚实的人 你是诚诚实实的在传神的道 那其实他们背后是要陷害主耶稣 我们要爱人 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就做受害者 我们不可以去害人 但是我们要保护自己 这个就是所谓的谋略 十九节 耶稣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 他们就拿一个钱来给他 二十节 耶稣说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 二十一节 他们说是傻 该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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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这样该傻的物当归给该傻 神的物当归给神 二十二节 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他们想要陷害主耶稣 那主耶稣呢 他能够保护自己 没有被他们陷害 这一些人不能够伤害主耶稣 所以他们就离开了 神的灵也是有能力的灵 神的灵也是有知识的灵 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来敬畏神 神的灵也是公义的灵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节 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节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这个神是不偏待人的 所以神是很公平的 三十五节 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 都为主所业纳 三十六节 神借着耶稣基督 祂是万有的主 传和平的福音 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 所以在这里彼得 他见证神 见证主耶稣 他是公平的 为什么这个社会 或者我们生活里头 充满很多的问题 原来常常是因为我们生活里头 缺少了这个公平 那这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里头讲到 这是神的欺凌 那主耶稣将这个神的灵的这七个功用把它彰显出来 那今天我们也需要上头的智慧 我们需要聪明 我们需要谋略 我们需要能力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敬畏主 我们需要公义 所以我们要渴慕圣灵 我们要求圣灵 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让神的灵的这些美好的功能 也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主耶稣是完美的主耶稣 如果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 我们也能够成为主耶稣完美的门徒 我们一起唱诗265首